日军最惨一战 日本在二战时期发起的侵略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伤痛至今无法磨灭 但有一场战争对日军来说如同地狱般的存在 二十万日军击近全军覆灭 这就是著名的新几内亚战役 也有人称它叫做澳大利亚的复仇之战 1942年开始日军为了打通东南亚的资源运输通道 对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道的澳大利亚 发动了疯狂的袭击 2月19日日军的近二百多架战斗机轮番轰炸 位于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海军基地 直接造成澳军近三百名军人就此丧生 以及澳军所有的海军舰队全军覆没 虽然这次偷袭没有偷袭珍珠港规模的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日军的这次偷袭已经将澳大利亚的海军力量全部消灭了 再也没有与日军抵抗的能力 这也是澳大利亚九十以来本土被袭击的一次 这让澳大利亚人充满了愤怒 要求政府立即展开报复行动 澳军在短暂的休整之后 直接对日军发动了反击 澳军在辛吉内亚反动了著名的辛吉内亚战役 澳军利用空中运输的方式 将三十万的军队运往米尔恩海湾 并且修了一条近十二米宽的柏油路 将大量的军事装备 从米尔恩海湾输送到辛吉内亚 志在一举拿下辛吉内亚 并且将驻扎在此的二十万日军全部歼灭 战斗一开始 澳军就利用强烈的炮火 向驻守在辛吉内亚的日军 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虽然炮火并没有给躲在防空洞中的日军 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但是这足以让日军躲在防空洞内 不敢出来 由于热带气候的原因 在那沿着潮湿的防空洞内 既没有新鲜空气也见不到太阳 再加上防空洞内到处都是积水 这直接导致好多日本军人患上 这严重的利己 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导致很多日本军人直接死亡 不单单是利己 长期潮湿的气候 让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就是没有得利己也会染上皮肤病 就是了也能让好多伤员烂死 展开全文澳军在包围日军的同时 美国为了声援澳大利亚也发动了 对日军海军舰队发动了反击 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断掉 至此被围困在新几内亚的日军 完全失去了食物攻击 更不用说之远了 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煎熬 日军兵力从二十万约减到五万人 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日军 最终选择了向澳军投降 但澳军并没有优待俘虏 而是将剩下的五万日本人全部杀掉了 因为他们心中充满的怒火 此次战役 近二十万的日军全部被歼灭 对日军来说 这场战役简直是场噩梦 由于没有药品大量的日本军人 身体腐烂死在防空洞内 整天都能听到 人在死亡前发出的鬼哭狼嚎的声音 整 这防空洞内 散发着尸臭的气味 由于没有食物到最后甚至出现的人吃人的场景 辛吉内亚战役是日军战争史上最黑暗的一次战役 有幸存活下来的老兵再次回忆起来时 依旧能够从他们的眼中看出那种恐惧的眼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